张先生 张玲玲 他说的这个是没有 自己增长一些农作物的资讯 他说到我们的 是这个国现在呢 主要在埔的瓶颈有台农一号 还有满天星 包括还有黄金百香果 他说在我们国内呢 在埔的面前真的有点看 但是呢 这个兽粉呢 人工兽粉 是不是说都要怎样 就是说要如何人工兽粉 是不是有法度的亲情说 感觉面这样点栋 同样来操作 那不然呢 像要这么样的一个高产量 要如何做得出来 其实呢 是这个人工兽粉是有 但是好像也可以 请那个蜜蜂帮忙嘛 对不对老师 悔愤 所以反正 比如说像这种 它的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 那么你如果说要去靠这个 大自然里面 我们有这个蜂梅花 蜂梅花 完全靠风 从水丁拔 这个搂来搂来搂来 然后就 就 瘦粉完成 这种的叫蜂梅花 有的是要靠这个 蜜蜂 有的靠这个蜜蜂 以百姓国来说 百姓国在这个 大自然里面是这个 因为它的蜂蜂黏黏 所以这有一个粘性 这种有蜂蜂的 这种这个 这个蜂蜂来说 它通常就是 靠这个蜂蜂 蜂蜂 来这个蜂蜂 那一般来说 它在这个 开花 它开花 这个这个 并说一台农一号 台农一号呢 那么 它差不多就是 这个每一年 大概就是3月 3月开始 当然你如果是在屏東 他们 他小孩 做得比较早 他们 可以比较早 开花 他差不多 现在都要采收了 现在已经有 进入百姓国堂盤 介绍还不错 因为 所以我们千里说天公八 这样 总是留于晚饭 这 这种不同的接收 有这个 一般是这个 载器 载器到这个 载器 我的载器是9点 漏水搭 它就开始 它的灰大概就是到下午 早上9点到下午6点 就急上班 那他开花的时候 并说 他有的 啊 有的那种 或者 有一点 那个满天星这种 他的开花 有的就是在 白玻璃 并说 白玻璃这个更加急 这种白玻璃2点 白玻璃 6点 还会加急 那么他通常就是说 每一本一 你要去靠到那個時間 那麼目前來說 因為在 主人裡面 在台主人裡面 是這個木峰 一種叫做蝶蝠 我們 他叫做木峰 還是叫做竹峰 這種蝶蝠 蝶蝠就是 他在鑽在那裡 蝶蝠有時候 我們 這個收拾也沒注意 收拾也沒注意 不給他照顧 增加一點 土地沒有這種東西 結果你要用蝶蝠 蝶蝠去 所以買了我們家的一個 因為我們爸爸有一次就是 在蝶蝠裡面 他不知道要去收就給他 趕快穿下去 好 去訂一個 煮一遍之後 他就把蝶蝠蝠 蝶蝠拿去 這個 煮茶 做茶把它燒掉 蝶蝠拿去燒掉 所以我們家的蝶蝠是什麼 不鏽鋼 我們爸爸去煎一隻白天 看你煮到後 你再來煮 但是他也是 總是有去找他的這個地方 那這種木蝠 他就有去 去幫助他的這個 收粉 那麼人工收粉 通常就是利用這種 這個水策別這種 用去收粉 也用去收粉 那這收粉後 當然他這個鋼蝠 都要水 就果形就會比較漂亮 我們好朋友說 有可能像 蝶蝠用這個蝶蝠蝠 也可以哦 真的可以 但是蝶蝠蝠蝠蝠蝠蝠 然後他的百香果的大 但是裡面沒有鋸 沒有鋸 沒有鋸 百香果沒有人要 所以 因為百香果是吃裡面的鋸 其實百香果的皮很好吃 百香果的果皮 他外面的一個 你把它削掉 就把它削掉 他的皮拿去撕 那個外殼 其實他的皮色 那個鋸的那個素材 那個東西很好吃 脆脆QQ的 果感真的很特別 他有的瓶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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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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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蝠�ht蝠蝠�蝠�蝠�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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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品質來說效果真的會特別的好 因為在台灣我們大概就是 這個叫做什麼台農一號 以前是台農一號最多 現在可能是這個滿天星 有一個這個蜜 有一個黃金百香果大概這三種的一個 那麼人工授粉 這目前改變說像 這個台農一號 它會讓自然授粉 但是就是說你若是 它有 經過人工受粉的時候 它的當國重量的增加 品質真的會很好的 就是說它的受粉比較穩穩 因為我們就是它的經濟要有夠多 它經濟外面就是 那個磨啊那個能 可以當吃就比較好吃啊 所以目前目前來說 還是利用這個人工受粉 那麼已經有人研究就是這個百香果 就是百香果 利用這個蜜蜂 但是這個 就是在高雄改良廠 他們有一種的一個這個做法 就是這個要用蜜蜂 用蜜蜂去做一個這個去收粉 但是這就是要 配合它的這個時間 就是說你 你要配合到 它的一個開花一個這個時間 因為 太容易 目前這個炒作傷 因為它的灰蜂會很久 所以 在這個 操作上 不用那麼簡單 所以人工受粉 現在來說 所以 德索 德索 我們現在在營的時候 我們 在 在做這個 在做百香果的人 因為會合嘛 利用人工受粉 都還是划算 這個 像 種藍莓 最近呢 其實還 還 很爽的 對不對 那麼 這個藍莓 藍莓 它也是 種在這個往事裡面 因為種在外面 落後 那個就海棄了 現在這幾天 像 這些 就都 草莓 你種在稀果差不多都下課了 你 下課 這次吃 大概你如果種 種稀果的 整個草莓 落後 連續15天不減天 差不多就都沒效了 你現在 藍莓也是一樣 所以藍莓 它也是 它也是用這個 雄蜂 放那個 這個 下去塑粉 但是 雄炸呢 其實還是用這個 因為雄蜜蜂在塑粉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限制 因為 例如說 像藍莓 它開火的時候 那時候 運動機 雄蜂 不太會被 不太會出來 所以 他需要 他需要呢 用這個 用這個人工塑粉 這種的一個方式 所以很多是都用這個 有的現在最主流的方式 就是蜜蜂加雄蜂 蜜蜂加雄蜂 用這種的一個 有的神劑呢 用這個人工 人工 其實就是 就比較 比較貴了一點 這 可以利用這個蚊蜂 來給他代替 其實也都還不錯 所以 這個是有機會 所以 這是這樣 所以 因為 介紹如果好 收粉 就不是什麼事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說 它的 感激感 金粉 就沒什麼 最近 我們在 說到這個藍莓 就是因為 有些品種 大概10年前 你如果說 台灣要種藍莓 不會跟你說 不要開玩笑 現在 其實藍莓真的 他現在的品種不一樣 現在這個南高松 是說他比較屬於南方的一個 這種短低溫 他有一定的一個品質 這個南高松系列 或者說他 他們通常 他不一樣的一個 影势 那麼這種 他在溫度比較高 就是 雖然有一點點溫度 但是 他要辦法來改這個結果 所以 這個系列 這個有時候他就 因為現在 有那個 有那個價格 有那個價格 這個價錢 所以 很多人都會去做這個方便 既然有人開頭 這些 就慢慢 這個 就就來了 那麼 那這款的 一直 如果是一個好的一個這個 這個瓶頸 其實是有機會的 所以 大概我們 在台灣來說 大概我們 這個 還是可以 就是說 你如果問我 很多人問我 還沒做的 其實他還是有些 那還是可以去嘗試 阿偉人就是去 去宣傳 一些什麼超級食物 這類的 所以我是覺得倒是 也沒有那麼的那個 但是就是說 反正這個東西是可以吃的 這個也沒有什麼不可 那麼 這個 比 這大概 目前 應該是 全世界大概是最夯的 這種小漿果類 應該是 最夯的 這個東西 他賣運 他賣運輸 所以 現在我們台灣吃很多都是這個秘魯 秘魯 智利 南美洲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那麼 目前就是說 在這個 他也是要割這個人工授粉 這個人工授粉 因為這個 機會不好 你在台灣 你就是要考慮做這個人工授粉 然後因為你 你要做 最好還是在這個 裡面 目前 我們說的 突然 南美 北高蟲 南高蟲 一種 還有一個 半高蟲 北蟲 大概就 個大的這個系列 那麼 南方 南方來講 我們可能就是這個 南高蟲 跟著這個突然 突然比較沒那麼好吃 但是現在有很多新的這個 這個 瓶頸 這個 北高蟲 和雄年去 去做這個雜交 出現這個南高蟲 這個南高蟲 裡面 又去發展很多 不一樣的這個瓶頸 這個 其實還蠻好吃的 說真的 說最近 最近吃得到 因為我們在 北門旁邊有一個地方叫做常態 那麼在那邊 朋友呢 就是說 北高蟲 你不來看看 你跑那麼遠 頭都跑到雲 對吧 這個地方比較近 才有可能 試 然後我們試了幾個 這個瓶頸 這個真的確實 而且他那個大小還蠻 蠻不錯的 22mm 22mm 是多少的 他的大小叫22 2公分 我 所以 大概是我們的1塊錢的 要再 我們1塊 比5塊的 比5塊的比較大 一點 2.2公分 2.2公分 所以 那也是都客人工售粉 我們這個 因為那個會合 那個會合 這個就是 還蠻划算的 所以這個是有機會的 你如果想去嘗試看看 這個倒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我們在 在當地生產的可以比較慢 他能夠贏過進口的 會比較好吃 會比較好吃 真的 比較好吃 所以我們在常態這邊 做的 比這個和靜靠的放著火的時候 哇 這個呢 就打遍天下無敵手 所以 這個也還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 有一個新的姐姐嘗試 這種呢 又是一個新的這個品類 現在很多這個拼靜 那麼 當然我們台灣的這個南美 這個拼靜 我們都 我們都不是從外面拖來的 我們都是引進的 所以呢 啊 你就放心去種吧 這個反正 經理上你交代的過去就可以 但是就是說 你一定要會 要人工售粉 尤其是 你如果是在比較山頂的這個 這個地方 大概800左右 這個呢 種這個東西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可能 但是呢 譬如說你種這個 甘麻米的這個地方 甘麻米現在很難種 夏天的番茄 不難種還不賺錢 那你有那個設施對不對 你有那個甘麻米的那個 那個工房 你可以 你本來就做這個 做滴灌 做芥子栽培 你整期都改做 種南美 南美在這種 適當的芥子栽培的時候 它 今年種 今年三月種 一年就回本 一年就回本 這個是有機會的 當然你平常要選到中 然後 這個麥聽人也不會說 然後多聽多比較 這個呢 是這種 這個人工售粉 其實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好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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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